第七十集 灵虚洞天的掌门与四位太圣长老并不惧怕 其中一人上前 这片废墟本是我人足一流 如今重宝显现 我等来此寻机缘 本是何情何理 有何不适之处 这片原始废墟 是我们的居所 自然不能容你等来此多宝 那个没有手臂 生有一对羽翼 满头金色长发的少女冷喝道 如果你们非要染指 不要怪我们不客气 这里乃是我人足所依废墟 你们不过是借居在此 怎可化地占居 灵虚洞天的掌门并不惧怕 话语虽然平静 但却透发着一股射人的气势 我焦族祖先有一言 这里根本不是你们人族的故土 乃是妖族鼎盛时期的帝都 这里的一切都跟你们没有半点关系 那条头生独角 腐生力找的老焦 虽然没有化成人形 但是却能口吐人言 其实力并不比其他人弱 只不过是不善于蜕变受体而已 不可能 这里的所有建筑物都是人族的风格 与妖族有何干系 灵虚洞天的一名太上长老质问 双方争执 各不相让 一切都是为了岩浆中的古殿而已 咚的一声 古殿内不时发出沉闷的声响 纵然是几名大妖 以及灵虚洞天的掌门等人 在如此近距离内 也有些承受不住 脸色都不是很好看 沸腾的岩浆 红得异常妖艳 不断地向外涌出 如鲜红的血水一般 那座光灿灿的古殿 缓缓升起 渐渐将要离脱火山口 一鸣大妖就要上前 但却被那条老胶给拦住 已经等待数天了 难道还在乎这点时间吗 让他自行 破开荒谷前的禁止 不要去赶雨 免得发生意外 姚纹 是我妖族的文字 就在这时 那个头身双脚 高达三米的巨汉 突然大叫了起来 快看 是妖族的地文 必然是一代妖帝所留 整座古殿 由五色神语 激烈而成 通体晶莹 光滑闪烁 甚是神意 在其根基处 刻有不少古老的文字 有的形如龙凤 有的酷似玄规骑离 正是荒谷前的妖族地文 人类 你们还有什么话可说 速速离开 这是我妖族 荒谷前的一位大帝所留 与你们无半点关系 此刻 古殿神光闪闪 透出一股射人心魄的 磅礴气息 五彩升华缭绕 甚是不凡 灵虚洞天的掌门 闻听此言 先是变色 而后盯着古殿仔细观看 最终像是想起了什么 露出无比激动的神色 我知道了 这里是东荒妖族 最后一位大帝的埋谷处 几位大妖 闻听此言 无不变色 全都盯着那座五色古殿 认真而又仔细地观看 他们惊疑不定 那条老礁直立而起 向前探出半截身躯 神色凝肿 最后产生说道 确实是我妖族大帝的灵起 与祖先所描述一般无二 任谁也没有想到 由五色神域堆砌而成的古殿 乃是妖族最后一位帝王的坟种 竟深藏于霍山下 直到今日风印松动 随岩浆汹涌上来 才重见天日 东荒最后一位统一妖族的大帝 是他 一定是他 灵虚洞天的掌门不断自语 神色有些恍惚 在场的几位大妖 顿时理直气壮 老焦说道 你知道就好 这里是我妖族最后一位神帝的坟种 与你们人族没有任何关系 速速退走 其他几位大妖皆爆发出无与伦比的威势 陶天摇气滚滚冲天而起 顿时遮蔽了整片星空 这里充满了肃杀之气 灵虚洞天的掌门回过身来 似乎比几位大妖还要激动 这里虽然是妖族大帝的坟种 但是却有我人族种宝 今日正该收回 胡说八道 我妖族神帝的坟种 怎会有你人族种宝 你分明是想盗取我妖族大帝的灵物 几位大妖全都露出了怒意 纷纷上前 挡住灵虚洞天的掌门 随时准备出手 灵虚洞天的掌门 神色恢复平静 我所说的都是事实 西年 东荒妖族最后一位大帝公参造化 将东荒分裂了数万年的妖族 统一在一起 对东荒的人族造成了极大的威胁 东荒人族的一件质宝 就是在那时丢失的 传说是被妖帝夺走 还有那 明镇东荒的先典 道经 也是在那时被人拆分的 失去了非常重要的遗卷 后事 曾有证据指出 一切都是那位妖族大帝所为 想来 东荒的质宝 还有道经最为重要的遗卷 都在这里 今天该重建天日了 此话一出 几位大妖全都一呆 而后 双目皆露出无比炽热的光芒 纵然妖族不能修炼东荒最深奥的人族 先典道经 他们也打定主意要留下 至于那件人族质宝 如果真的存在 自然也不能放过 灵须洞天的掌门 没有丝毫拒异 与几位打妖对峙时 竟然主动向前迈了一大步 由五色神域建成的古殿 再次发出一声沉闷的声响 封印的力量在快速流逝 它几乎已经完全上升到火山口处 侠会流转 五色神光闪烁 东荒妖族最后一位大帝的坟种 即将完全重现世界 火山下的宫殿群种 闪电鸟等超级凶勤满手 还有灵须洞天的十几位长老 全都按捺不住 缓缓地向着山上前进 远处 叶凡亲眼目睹了这一切 他心中非常不平静 但是却没有实力上前去争夺 只能在此静静地观看 火山下的古建筑群种 一道神红冲天而起 神话璀璨 照亮夜空 向着夜凡所在的山峰飞来 这顿时让他一惊 以为有高手发现了他 屏住呼吸 引在一块巨石后 一动不动 耍了一声 神红冲止 吴清风长老降落在山上 将磅礴放在一处隐秘的地方 而后冲天而去 与其他人会合 一起向火山上前进 夜凡从巨石后转出 快速走了过来 此刻 庞博已被灵虚洞天的 几位长老封义 双目紧闭 身体僵硬 一动不能动 身上有着一股清气 脸色很不正常 体表下 隐约有一道道暗淡的 青绿色光滑 在缓缓地流动 到底是什么东西 进入他的身体 夜凡不敢随意碰触 磅礴的身体 毕竟是被几位长老封印的 有神力在波动 此刻 火山口气氛异常紧张 人类修饰与妖族对峙 双方剑拔弩张 各不相让 大战一处即发 浑身赤色鳞片 闪耀的老骄直立而起 如一段血色的长城一般 立在那里 给人震撼性的力感 他大声喝道 灵虚洞天的人 你们真的想打破 数百年来的安宁 与我们开战吗 灵虚洞天的掌门 居离力争毫不退让 东荒人族的质宝必须受毁 岂能落在你们妖族手中 至于先典道经那至关重要的遗卷 更该重见天日了 在东荒大地上 消失上万载岁月 李登重新被人族掌握 本集已经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 请在喜马拉雅搜索 头驼渊讲故事 谢谢 喜欢此专辑 请多多点赞评论 谢谢 欢迎订阅